开一局就要先冲 大家好,我是立秀 最近特别多朋友问求贤令该换什么武将 因此在本期视频里 立秀就尽量的有逻辑的、科学的 分别面对平民中克和大佬给出思路 这里更多的是思路 而不是具体的武将 毕竟每个人的卡词都不一样 掌握到思路才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平民玩家 平民玩家的核心目标就是使队伍形成战力 同时求贤令的武将最好满足绝版稀有和二缺一的属性 绝版武将就是只有该赛季才能抽的武将 例如庞统、司马懿等等 也可能会在以后的活动卡包中出现 但是得等很长的时间了 而武将的抽取概率分为三档 0.08%、0.04%和孙权的0.03% 每五张高几率就会出一张低几率 也就是稀有武将 那具体哪张卡是稀有呢 可以参考日服的情况 可以看力修的这个视频 因此平民玩家在选择的时候 得看哪个武将既是稀有的 又能马上形成战力的 例如数字制扫盘筒 那么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他 如果武法马上形成战力 那么就优先选择能撑起一个队伍的武将 除了武将以外 事件战法的对话武将也是一个选择 例如太平很多人没有 因此张角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里为平民玩家推荐四位求贤力的武将 分别是盘筒、江维、太史池和周泰 其实还有很多好武将 但是推荐多就等于没有推荐了 毕竟强力队伍就这些 大家都懂的 而且这里都是蜀国和吴国 知道现在什么队伍强势了吧 如果只推荐一名武将的话 力修个人强力推荐太史池 现在太史池在吴国里面的地位 比魏国的曹操还要重要 然后是中克玩家该选什么武将了 中克玩家队伍也基本是全的 就是缺一些稀有的或者是新的武将 每个赛季克了好几千块钱 但是也没有财力 继续投入了 留下了很多遗憾 因此中克玩家优先补全卡池 以稀有的新武将为重点 那像力修玩了9个赛季 现在连老诸葛都没有 而且最新的SP朱骏克了好几千 也没有克出来 因此力修会选SP朱骏吧 毕竟选了他以后能玩群凶国家队 能增加我的游戏体验了 面对中克玩家 确实是推荐不了具体的武将了 因为你们的情况太丰富了 看菜吃饭吧 最后是大佬了 优先补充红度 尤其是孙权啊 求贤令是不能兑换相同的武将的 因此如果大佬的孙权没有满红 想都别想 直接换孙权 直接能省5万块钱啊 毕竟大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么本期求贤令武将的思路就到这里了 喜欢和力修老天 每晚10点来B站直播间 永久免费开好配价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